兄弟俩告辞的时候,斯嘎利站在塔拉的门廊下,听到马蹄声渐行渐远,这才回到椅子的旁边,梦游似的。 他面颊发僵,隐约作痛,嘴唇发酸,因为深恐兄弟俩看出破绽,一直在强装笑脸。 他疲乏地坐了下来,盘起了一条腿,满怀凄苦,但觉得胸口发胀,胀得快要裂开了胸膛,心砰砰地乱跳,双手冰凉,好似大祸要临头。 他一脸痛楚与惶惶,好比一个被惯坏了的孩子,向来要什么有什么,而今却头一回尝到了人生的苦味。 阿什里,要去梅拉尼? 哦,不可能,这兄弟俩一定是搞错了,要不就是开玩笑,阿什里不可能,绝不可能爱上梅拉尼。 谁会爱那个小耗子似的梅拉尼呢? 斯嘎里轻蔑地想起了梅拉尼那娃娃般的瘦身材,一本正经的心形脸蛋,普通到简直难看的地步。 而且,阿什里总有好几个月没有跟她见面了。 自打去年,阿什里在十二棵橡树举行舞会以来,阿什里到亚特兰大顶多才去过两次。 不,阿什里不可能爱上梅拉尼。 因为,因为她爱的是我呀,是我斯嘎里呀。 斯嘎里才是阿什里钟情的人呢。 嬷嬷笨重的脚步声在震撼过道了。 斯嘎里忙放下了盘着的腿,装出了若无其事的样子,让嬷嬷发现有什么异样可了不得。 在她的眼里,奥哈拉家的三千斤连灵带肉全是她的。 她们的秘密,就是她的秘密。 哪怕觉察到蛛丝马迹,她都会猎犬式的一锥到底。 照以往的经验,斯嘎里知道,嬷嬷的好奇心,倘若不能立刻得到满足,就会把事情交给埃伦。 那样一来,斯嘎里就只好向妈妈全盘交代,或编出一些谎话糖色一番。 摸摸摸打过道来了,这是位身躯庞大的老太太,洞察一切的小眼睛活像大象眼。 她皮肤黑得发亮,地道的非洲血统,对奥哈拉家置中置成,是埃伦的左右手,却令三位小姐头痛。 别的家奴,个个对嬷嬷未知如虎,但她是黑人,为人行事的规矩,与自尊却绝够亚于主人。 她从小在索朗太太的卧室里伺候。 索朗太太是埃伦的母亲,一位举止优雅的高鼻梁法国女人,极讲礼貌。 子女、奴仆要是有不轨行为,一概不宽容。 摸摸原是埃伦的保姆,埃伦出嫁以后,她便从萨凡娜陪嫁过来。 摸摸对谁,爱得越深就管得越紧。 她对斯嘎丽特别宠爱,特别得意,所以管束也毫不懈怠。 哦,小姐,怎么两位少爷走了吗? 怎么不留人家吃晚饭呢? 我都吩咐波克,天两副刀叉了,你的礼貌哪儿去了? 哎呀,他们俩老是打仗打仗的,腻味死了。 待会儿再加上爸爸满嘴的,铃肯长铃肯短的,这顿饭怎么吃得下去呀? 哦,哎,真是不懂礼貌。 埃伦小姐跟我算白教你了,披肩,瞧,也不裹,夜晚的凉气都上来了。 早就跟你说过了,晚上不裹披肩,坐风口上会发烧的。 快进去吧,小姐,啊。 斯嘎丽装作不在意,把脸往旁边一扭。 幸亏,嬷嬷只顾念叨着披肩,没有注意到她的脸。 嬷嬷,我要坐这儿看日落,真好看。 哎,嬷嬷,快去给我拿披肩来。 我要坐这儿,等我爸爸回来。 小姐,你说话像是伤风了。 嗯,没有的事儿,快去给我拿披肩吧。 嬷嬷摆着庞大的身子走进了过道, 只听到她在楼梯角轻声地呼唤楼上的女仆。 喂,洛莎,给我把小姐的披肩扔下来。 随即,嬷嬷又提高了嗓门。 不中用的黑鬼,什么忙都帮不上。 哎,还得我自己上楼去。 斯嘎里,听到楼梯给嬷嬷踩得发出了声音, 于是她便悄悄地起身。 嬷嬷回头又要数了她怠慢客人了。 她此刻心都要碎了, 哪里受得了嬷嬷啰嗦这种小事呢? 她犹豫片刻,不知该躲到哪儿去, 才能稍许平息心头的痛处。 忽然,脑海里闪过了一切希望, 爸爸下午骑马要去十二棵橡树, 文克自家的庄园, 试去买有主的女奴,狄儿媳的。 狄儿媳是她爸爸的贴身随从播客的老婆, 在十二棵橡树当女管家和接生婆。 半年前,伯克娶了她以来, 就日夜缠着主人求她把狄儿媳买过来, 两口子好厮守在一起。 这天下午, 杰拉尔德被缠得没办法, 只好动身去十二棵橡树谈这笔生意。 对,斯嘎里心里想, 这倒霉的消息是真是假, 爸爸肯定知道。 就算爸爸没有听说过什么, 也会注意到, 感觉到威尔克斯家有什么不寻常。 要是能在晚饭前私下里见到爸爸, 说不定能弄清楚, 这不过是双生兄弟跟他开的一个可恶玩笑而已。 接拉尔德该回来了, 要想单独见他, 唯一的办法是去大路口的车道接他。 斯嘎里悄然走下门前的台阶, 小心回头地张望着, 肯定摸摸摸没在楼上的窗口盯着他呢。 没有见到那张包着雪白头巾的大黑脸在漂浮的窗帘之间窥探, 这才撞起胆子, 提起绿色的花裙摆, 进一双花边软底鞋可能的速度朝车道奔去。 鹅卵石铺旧的林荫道两旁, 雪松的枝条在头顶相接, 形成一座圆拱, 使长长的车道架似一条幽暗的隧道。 一跑到枝丫交错的雪松下, 他就放下心来, 知道别人再也看不见他了, 他放慢了脚步, 他气喘吁吁, 因为胸衣绷得太紧, 跑步行就尽量的快走, 很快就到达了车道的尽头, 上了大路。 他快步急行, 直到拐过一个弯, 这才停了下来。 他坐到一只树桩上, 等待着他的父亲, 他的脸蛋通红, 气喘不止, 已经过爸爸平日回家的时辰了, 不过这倒更好, 可以缓口气, 让脸色恢复平静, 免得他起疑心。 每一刻他都期待着听到爸爸哒哒的马蹄声, 见到他以平日玩命的速度冲上山坡, 然而时间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地溜过去了, 还是不见父亲的踪影。 他俯视下面的大路, 心头痛楚又膨胀起来。 哦, 不可能, 哦, 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啊? 顺着蜿蜿蜒的大路一望, 只见雨后的大地一片血红, 他的思绪沿着这条路一直下了山坡, 到达蓝蓝流淌的弗林特河, 穿过乱草丛生的泥泞的河床, 爬上又一道山坡, 就到了十二棵橡树, 阿什里居住的地方。 这才是这条路的唯一意义, 通向阿什里, 通向那座白色柱廊的美丽的房子, 这房子聪立在山顶上, 犹如一座希腊神庙。 哦, 阿什里, 阿什里。 斯嘎里想得心而狂跳不已, 塔尔顿兄弟的无聊闲话带来的惶惑与不安, 方才一直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 此刻忽然被两年来萦绕于心头的狂热所取代了, 怪就怪在从前, 他并不曾为阿什里神魂颠倒, 小时候就目睹他来来去去, 从没有为他动过念头。 可自从两年前, 他遍访欧洲归来, 登门拜访之日起, 他就爱上了阿什里, 就这么简单。 那天, 沉甸头像, 头戴那顶宽边的巴拿马草帽, 一见到了斯嘎里, 就立刻摘了下来, 他跳下马, 把江绳朝一名黑孩子一扔, 驻足朝他仰望, 那双迷蒙的灰眼睛睁得大大的, 笑意盈盈。 阳光在他的金发上闪耀, 好像给他戴了一顶荧光闪闪的帽子。 哼, 斯嘎里, 你长大了。 随即, 他轻快地登上了台阶, 来亲吻斯嘎里的手。 还有他的声音, 斯嘎里忘不了听他说话时, 心头那皱起的颤动。 仿佛头一回听到似的, 那么思思文文, 浑厚悦耳, 从那一刻起, 他就想要它, 一如需要吃的, 需要马骑, 需要柔软的床铺睡, 就这么简单, 这么用不着有道理。 两年来, 阿什里经常陪伴斯嘎里, 在本县到处跑, 他们参加舞会, 野餐, 炸鱼宴, 旁听法院的审判。 阿什里不如塔尔顿兄弟和开德卡尔福特来得多, 也不像方丹兄弟那么殷勤, 但也没有哪个星期不登卡拉的门。 不错, 阿什里从未向斯嘎里表白过心计, 那双清澈的灰眼睛, 也从未流露过, 斯嘎里从别的男人眼里常见的闪烁的热情。 然而, 然而斯嘎里知道, 他爱自己, 这一点, 斯嘎里绝不会弄错, 直觉告诉他, 阿什里爱自己, 每逢阿什里那双眼睛不再迷蒙, 不再遥远, 斯嘎里便惊讶不已。 每逢阿什里满怀渴望地注视着自己, 他更是大惑不解。 他明白, 阿什里爱自己, 可他为什么不对自己说呢? 这真让人弄不懂。 他这个人, 弄不懂的地方太多了。 阿什里向来是彬彬有礼, 却又那么冷漠疏离, 谁也猜不透他的心思, 斯嘎里更是猜不透。 在这个人人怎么想就怎么说的地方, 阿什里的深沉未免叫人恼火。 本地人通常的消遣, 如打猎、赌博、跳舞、谈政治, 他都与别人一样的行, 而且是权限最棒的棋手。 与众不同的是, 这些快乐的消遣对阿什里来说不是生活的目的。 他对书籍、音乐和诗歌的爱好使他鹤立鸡群。 哦,他为什么这么英俊, 还生了一头金发? 为什么这般礼貌有加, 而又难以亲近呢? 为什么对欧洲, 对书本,对音乐,对诗歌之类, 他根本没兴趣的东西, 说个没完没了, 令人腻味得要发疯了, 却又对他心持神网。 夜复一夜, 斯嘎里与他在门廊的暮色中共作之后, 常常辗转反侧, 难以成眠, 只好使劲儿地安慰自己。 下次, 下次他来, 肯定会求婚的。 可下一次, 他来了又去, 毫无结果, 这使得斯嘎里的狂热越加高涨, 越加炙烈。 斯嘎里爱他, 要他, 却不懂他。 斯嘎里直率单纯, 好比吹过他那庄园的风, 好比环绕他那庄园的黄色河流。 到死, 他也弄不懂复杂的事物。 而现在, 他头一回遇到了一个复杂的个性。 阿什里出身的家族, 世代都把闲暇用以思考而不是行动, 只管编织些美丽闪光的梦, 完全脱离现实。 阿什里沉浸于自己的内心世界, 比佐治亚州美好得多的世界。 一旦回到现实里, 便大不情愿。 他对人们既不喜欢也不厌恶, 对生活既不欢欣也不伤悲。 他看破红尘, 听天由命, 怂怂肩膀静往音乐书本 和他那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去。 阿什里的心是个谜, 谜住了此咖喱。 姑娘自己也不明白, 正是阿什里的神秘 引发了她的好奇。 好比面对一扇既无锁又无钥匙的门。 阿什里迷一般的品质 也使得斯嘎里更爱她。 她古怪克制的追求方式, 使得斯嘎里决心 要将她占为己有。 总有一天, 阿什里会求婚的。 斯嘎里对此坚信不疑, 因为她太年轻, 太浇惯, 还不曾尝到失败的滋味。 如今可怕的消息来了, 犹如舞雷轰顶。 阿什里要去美拉尼。 不, 绝不可能。 在上星期的一天傍晚, 斯嘎里和阿什里 从菲尔西尔骑马回家。 她还对斯嘎里说过, 斯嘎里, 有件事想跟你说, 可又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当时斯嘎里端庄地垂下了眼帘, 心乐得狂跳不已。 她以为大喜的时刻就要来临了。 可阿什里却说, 哦, 现在不说, 快到家了, 时间不够了。 诶, 斯嘎里, 我真是个胆小鬼吗? 说吧, 他一家马刺飞驰上坡, 将斯嘎里送回了家。 斯嘎里坐在树桩上, 琢磨那几句曾令他狂喜的话, 忽然他悟出另一种意思来, 可恨的意思, 说不定他要说的正是 订婚的事儿。 订婚的事儿, 哦, 爸爸快些回来, 该有多好啊, 这样心全全的好难受啊。 斯嘎里再次急切地瞧着大路, 再次感到了失望。 西洋已沉入地平线, 天边通红的晚霞淡做粉红色, 湛蓝的天空, 剑刺化为美妙的湖蓝。 湘间木色神秘宁静, 悄然降临, 笼盖着色野, 红尘离沟, 伤痕般的红土路都失去了神奇的血红, 变为普通的黄褐色。 大路对面的牧场上, 马、 罗、 奶牛, 乖乖地站着, 脑袋养过了木里, 等待着被主人赶回处栏思位。 他们不喜欢牧场小溪边乱树丛中投下的黑影, 向斯嘎里扭着耳朵, 仿佛渴望与人为伴。 半明半暗之间, 河边找地, 白天苍翠高大的松树, 此刻反衬着弧绿色的天空, 黑须须的, 如同一排无法逾越的巨人, 遮挡了脚下缓缓流淌的浑黄的河水。 河对岸山坡上, 维尔克斯加高耸的白烟囱, 渐渐与环绕四周稠密的橡树的黑影, 融为一体。 只有数点厨房的灯火遥遥闪烁, 显示出人家来了。 春日的温馨, 翻新田野的潮气, 从四面八方袭来, 满目新绿蓬勃向上, 生机盎然。 落日辉煌, 春天新绿, 在斯嘎丽的眼中算不上什么奇迹。 这美景, 他肆意享受, 一如喝水和呼吸空气, 因为他对任何美的事物, 都不曾特意留心。 除了女人的容颜, 骏马, 丝绸服装之类, 实实在在的东西。 然而, 金庚细作的他拉庄园, 这一派宁静暮色, 却使得斯嘎丽纷乱的思绪安定下来。 他钟爱这片土地, 却不曾意识到这片深情。 他爱她, 就像热爱妈妈灯下玩倒时的面容。 完颜的大路一片沉寂, 杰拉尔德仍不见踪影, 再等下去, 嬷嬷肯定会来找她的, 会把她骂回家去的。 斯嘎丽望眼欲穿, 忽然听到山下牧场, 马蹄生生, 只见马群牛群慌不择路, 四下逃散。 杰拉尔德·奥哈拉回来了, 他正穿越田野, 全速驰骋。